大家好我是阿天今天是2020 4月9號上午11點50分 那這款迪士尼競技場喔我還是有稍微玩一下 因為他 他就是迪士尼的小朋友都喜歡 然後所以我大概有花了一天的時間玩了然後發現 我發現一個讓我很 很懷念的東西了他的那個前期的這個這個流程啊 就跟那個小冰冰傳奇一模模一樣樣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就是每天解任務然後慢慢提升這個玩家等級在這個左上方 我是阿天爸爸然後我的等級是18級 那你的等級提升上去之後你的角色的等級才可以跟上去 比如說這個愛莉兒 你的他最高就只能升到你的那個玩家等級所以這個設定的話就跟小冰冰傳奇也是一樣 然後他他這邊道具都可以尋找很方便喔 譬如說 我的愛莉兒有沒有有沒有這邊 他這邊他這邊都對一個那個 那個什麼放大鏡 我們點一下 然後他就會告訴你說喔你這些裝備你要在哪邊找 然後你也可以請 用請求 請這個 這個公會的人給你 或者是你自己打 譬如說這邊有這個這個自動戰鬥 那應該是選後面的這個關卡 他掉落機率會比較高 譬如說這一關好了 這關我還沒有三星沒有三星沒有辦法那個那個 解鎖那個自動過關 所以這關還沒三星的話我就打一次好了 好這是我的隊伍 那前期大概大概沒什麼前期就是不斷的刷關卡然後刷 英雄的靈魂石然後去去升階這樣子 然後每天去解自動任務 你看左邊啊左邊有這個自動有沒有 所以他可以他可以自動打 然後你買那個類似月費的東西他可以變成三倍數 但是我覺得就是反正打的時候就是遊戲就放著就好 那他的戰鬥方式是回合戰鬥 那我覺得小冰冰傳奇這這點會我覺得我比較喜歡一點 因為小冰冰傳奇算是 算是比較偏那個即時制吧 劍與遠征也是這個樣子 回合制我就覺得稍微有些 有一些單調 但是迪士尼這款遊戲他畢竟是 卡斯夠大然後招式也很多然後 整個動畫的這個呈現來講都都相當不錯 如果說有人死掉的話就就沒有辦法那個三星了 你看 這邊有一隻老鷹在我後面射箭的這次算是法術 有的法術是這樣子噴下去然後打對方 有的是他會常駐在在這個場上 變成一個就是一個就是 算是砲台吧然後他也可以幫你分擔攻擊 那一隻突一 然後我現在已經三星了 我可以我可以自動戰鬥 因為我目標是要得到這個總子之城 因為這是那個愛麗兒跟這個誰啊 這個反派伊斯瑪的那個那個裝備 那我就刷一下吧自動通關 反正有體力就刷一刷 其實前期就是刷體力 刷體力之後你的那個玩家等級也會提升 我刷個四次好了 好像沒有刷到 再一次 再一次 刷到刷到 刷到了之後我的愛麗兒就就有衣服穿了 回來 應該就可以裝裝備了吧 怎麼沒有勒 還是我剛沒有刷到 看看 他還要合成喔 他這東西還要合成喔 這好麻煩喔 是用買的嗎 20000金幣 20000金幣只能買兩個 然後再用200鑽去買 不然就是要這個是快速通關 好反正就是慢慢掛網就對了 那我現在能量是紫色的大能量是57 然後戰役能量是37個他有分兩種能量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反正我就是講紫色能量跟黃色能量 那像這個是用黃色的能量 那如果是大戰役的話 他是用紫色的那個能量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這一關有機會隨機可以獲得這個愛麗兒 那我就自動通關然後選擇戰鬥4次好了反正體力滿了之後就趕快用用 然後掛一掛之後那個系統會 會自己慢慢把那個能量回滿 好我升級了升級就會獲得能量 這次有刷到這個愛麗兒 還要刷哪個角色呢 好刷反派好了 伊絲馬代幣 好自動通關 然後把體力都刷光光 反正我現在就是把體力刷光光啊那你課金啊什麼什麼那個VIP還是那個 月卡之類你的那個體力會回的比較快 好那我的那個紫色的能量已經花完了 現在黃色的能量還有很多 看哪邊可以刷黃色的能量 這一關 哇這一關等級17蠻強的 因為我只有一顆星而已所以我不能夠自動通關 我要三顆星才能夠自動通關 我想我刷一刷好了我先把我的那個 那這個有沒有這下面有一個0的愛心代表說力金不能刷了 除非你花鑽石喔 所以這點就是跟那個小冰冰傳奇一樣 好這個反派的這個英雄 刷一刷一天這個刷這關卡 次數有上限 除非你課金 就這樣刷 然後刷一刷他會他他會他會解一些任務啦就這個樣子 好我的體力都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 我就繼續掛著吧然後過一段時間能量升滿了之後我再回來 那你一邊掛之後他會有一些 每幾個小時的一些免費的禮包啊之類的 這個你在刷戰役的時候他也會獲得一些戰役幣 然後也可以獲得一些一些小的寶箱喔 有沒有 就是小的這個英雄的這個碎片 集滿之後就可以獲得這個英雄 好 所以暫時就這個樣子然後就是掛網然後把那個能量用一用 然後能量用之後玩家等級就會提升 玩家等級提升之後再把你的角色 一個一個升上去 看一下 刀疤的巢穴 星巴 獅子王 好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然後來看一下那個小冰冰傳奇 就很懷念就很像那個 以前玩小冰冰傳奇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小冰冰傳奇 這邊 現在都已經23張了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關卡 說說說說其實也不用前面了 好 令人懷念的第1張喔 你看當時大家剛開始上線的時候在這邊刷什麼 刷這個什麼修補將靈魂石 然後還有這個 全能騎士 這個就是那個劍雨這個光盾 然後還有什麼 遊俠 小黑 還有這個小鹿 那當年就是 至少五六年前喔 在玩小冰冰傳奇也是這個樣子 把體力啊然後在那邊掃蕩 然後刷那個靈魂石 然後刷完的話就是你用那個鑽石去重置 跟那個剛剛那個迪士尼遊戲一樣 譬如說我現在三次已經刷完了 然後現在都是刷這個泰坦的靈魂石 什麼雙腳銅子 雙腳銅子 然後因為這個三次已經打完了嘛 然後就重置花20鑽 然後再再買體力 那個迪士尼是買能量 刷一下就刷到這個靈魂石 然後靈魂石 累積到一定的數量 他就會從什麼 一星啊二星啊三星啊 然後就會開啟一些新的技能之類的 所以就有一種那個再重新玩那個小冰冰傳奇 以前的那個模式喔 不過當然那個遊戲性會差 遊戲性當然是差很多啦 然後卡式也不一樣喔 那其實小冰冰傳奇當時也有做這個 算是那個IP連動吧 你看有這個神力女超人 然後又有這個超人 但是現在已經絕版了 因為那個授權應該是有時間限制 然後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交易行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一些這個已經絕版的角色 你可以課金去跟其他玩家去購買這個樣子 像是刺客教條這個 這個這個主角還有這個波斯王子都在裡面 好 那這個迪士尼這個競技場啊然後 影片就在這邊然後他跟小冰冰傳奇還有一些類似喔 然後大概是這樣就是玩一玩之後讓我覺得好像以前那個小冰冰傳奇一樣 要把那個體力high號然後收集英雄的一個靈魂石這樣子 好那我是阿天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影片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